這一鍋就叫做那個 羅宋牛肉鍋 這感覺看起來很下白飯 這感覺好像可以沾麵包 對 或者很下飯的感覺 這個應該妮可會很喜歡喔 對不對 跟妳的很像 我才喜歡 其實它加酸奶沒有什麼 太多改變耶 對 而且有一個特別的香味 是因為那個酸奶的關係嘛 就跟一般羅宋湯 只是那個番茄的味道不一樣 它更豐富 我是個人覺得這個 就是也很好吃啦 但是就是對我來的話 就是太厚 因為那個就是譬如說這個 太厚 太厚 你是說臉皮嗎 對 臉皮也很厚 不是啦 因為那個我以為是這個番茄 有番茄的蒜味 然後Sauber Cream的蒜味 但是兩個都其實沒那麼利 它的蒜都沒那麼利 富富得正 變甜了 然後就是它的食材的甜嘛 然後那個剛剛講的那個番茄的甜 我是個人覺得 如果這個是有一點那個什麼 放在那個米在裡面 就是有一點 result 就是那個有一點 炖飯 然後放起司也很好吃 你為什麼一定要把它變成 義大利的東西 我個人意見講不行喔 那你聽聽義大利的做法 是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你去義大利的話 你會有大概這道菜 可是沒有那個酸 Sauber Cream 那個就是不會有 Sauber Cream 我覺得真的是這道菜的 最特別的東西 Sauber Cream 你只要有Sauber Cream 在那道菜裡面 你就知道你在 東歐 這從匈牙利到俄羅斯 這些國家都有很多料理 都是用這個Sauber Cream 所以我覺得 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特別 在那個湯裡面 這個是它的特色 如果在家裡自己做牛腩飯 是不是也可以加酸 可以 它就不用再加任何的調味料 你就是直接這樣吃 甚至你可能就配飯 就OK了 你也配就OK了 肉丁都好 而且都是很天然的 對 沒錯 你要加一點點麵包 所以你可以測外 你可以沾一點點 對 沾麵包去沾那個排汁 非常好 到現在都是好評喔 沒有 貝克都還沒講完 這個我們都有共識吧 這個 這樣麵包會很好吃 會很好吃 我們南歐的都是 那個麵包的我的話很 對啊 阿夢都要放那個飯 你看 他要放在那邊 對啊 很奇怪 那不能壞掉他的味道 我們現在是亞洲啊 我剛剛代表亞洲人的意見 也不行喔 這個在 在台語來說叫做 對 那趙群是不是要放點肉骨茶進去 好像可以 怎麼可以 沒有 我沒有吃完 不是因為我太不好吃 我只是 不太能接受番茄 羅宋鍋或是羅宋湯 它在俄羅斯的文化站的一個 非常的重要的位置 因為是有一個手法 如果女生不會煮羅宋鍋 她家不出去 蛤 蛤 會不會煮羅宋鍋 不會 會不會煮羅宋鍋 會 你很假的 沒有啦 如果男朋友的媽媽會 就是認識的時候 她一定會有問這個問題 你會煮羅宋鍋嗎 就像是 美國人一定要吃漢堡牌 跟義大利人一定要有自己的肉醬 對 他們的 對 所以台灣是要為什麼 會豬血糕嗎 牛肉麵 豬血糕 牛肉麵 牛肉麵 OK嘛 甄莉姐這一鍋OK啦 OK啊 我剛剛有講 就是說它的那個味道 其實都還不錯啊 不是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一直在重複問 你就是問問問這個問題 所以你自己可以吃東西嘛 你把話題丟給我 就為了讓自己可以吃飯 你問題丟完之後 甄莉姐你覺得怎樣 然後你頭都這樣 你覺得這樣 有這麼容易識破嗎 有耶 太明顯了 對 所以我們口感講完啦 講完了 老涼 因為它真的很好吃 甄莉姐你覺得如何 你都還沒咬 你真的虛性假意 不是 我剛剛本來以為 她加了酸奶 整鍋就變得很奇怪的味道 你剛剛怎麼有勇氣 拿出第二瓢有酸奶的 第二瓢有酸 因為我吃了覺得 OK OK 前面還叫人家不要把它攪開 所以她一拉開以後 這就是要拉開啊 還真的滿好吃的 它變甜了 沒辦法還是甜 對啊 所以她現在介紹的這個 羅宋牛肉鍋好吃 很棒 大人小孩都會喜歡 那下一鍋是什麼呢 哇哇哇 想不到俄羅斯人 也這麼懂得吃鍋 巧妙地將番茄及酸奶做結合 竟讓湯頭產生絕妙的變化 話不多說 趕緊添出下一鍋吧 趙群你介紹的這個是 家鄉味啦 對 剛才你們都吃兩個 比較平淡一點的 所以我這次來重口味 平淡 誰平淡了 你幹嘛攻擊人家 剛剛那個 番茄羅宋湯那個牛肉鍋 很夠味啊 很棒 味道很讚耶 但我這個是比較重口味 第一道是比較淡 但是它的醬料很棒 對 然後這個是比較重口味的 是 然後我們這是 真的 我喜歡 對 然後其實拉薩鍋 它其實是一碗麵 就是它的名稱是 就是我們叫拉薩的話 在新加坡就是它一碗麵 就是一碗麵 然後因為它那個湯頭 那個很棒 我每次回來 我一定要去他們地下 是不是有那個美食街 一定要去再吃一碗 你每次回來 去哪裡 去哪裡 那我有去新加坡回來上飛機 它下面不是 機場下面不是這個美食街 有一個小超市有沒有 超市買完之後 一定要去吃 那個味道真的 所以你愛吃拉薩 對 所以拉薩它本來就是一碗麵 然後呢 因為湯頭太好喝了 然後我們新加坡人一定都會很愛喝 所以才會有商家 慢慢開始把它引進成 變成火鍋 火鍋 引進成 就是把它進化成變火鍋 從麵變成火鍋 但我想知道一件事情 因為拉薩變火鍋 大家好像覺得蠻合理的對不對 那為什麼肉骨茶不把它弄成火鍋 有啊 也有了嗎 慢慢也有 現在開始有幾家有了 但還沒有到很紅 然後它的湯頭是用了十幾種 快二十種的南洋香草去熬煮出來的 然後因為它的它有點偏辣 所以它加了椰香進去呢 有點讓它比較平衡 然後順口 不會那麼不舒服 對 你的意思是說你一點點辣 但是我是法國人 對我來說這個是非常的辣 真的假的 真的 很辣嗎 其實這個 我喜歡 可是真的很辣 味道是很好吃 因為這個辣度真的是 我也覺得有點辣 有嗎 但是我說真的 這個辣也會還在 我跟你講喔 這個東西 這個放那個白飯放在裡面 然後 什麼都要白飯 又變成炸炸炸炸 你給我出來 好好講 對不起 不舒服了 梁赫群 對不起 你自己去吃白飯就好 對不起 沒有辣 我覺得 我也覺得 因為我覺得它的那個 椰奶的 椰香味 對 它的椰香味 還有它的香料味蠻重的 我喜歡它是因為我覺得它夠濃厚 對 因為很多拉薩很像水 對 但是它會越煮越濃 它這麼濃 你覺得真的要加一碗白飯嗎 我覺得真的要 對不對 我覺得是很配啊 不是 我覺得那個辣跟那個椰子的比例 我們啊 可能外國人會喜歡 就是調整就是 椰子部分多一點 辣少一點 因為其實我吃兩三口之後 我就已經感覺不到味道了 就是都是麻掉 就是吃都麻了 太誇張了吧你們 對 我們就不習慣 對 我們就不習慣 沾嗎 沾麵包 沾麵包 對 沾麵包絕對可以 不管怎樣沾麵包 那還不是一樣 沾麵包都不一樣 下巴你為什麼不對 一樣啊 好 不要吃了 我們不要吃了 你就是愛白飯 他就是愛麵包嘛 對啊 因為我今天愛麵包的有三個 愛飯的有一個 所以今天就是麵包 所以沾德羅也覺得要加麵包 這是我的評價 吃光了 你真的很餓 事實證明你真的很餓 你真的餓 現在已經沒那麼餓了 我覺得是暖身的關係 一開始覺得有點辣 但是吃三口以後就 暖身了就很順 它有加南瓜啊 有 它什麼料都有 它有加南瓜 難怪湯會甜 對 湯會甜 其實拉薩一定要吃它的豆皮 它豆皮吸的那個汁 超好吃的 對嘛 先生 內行的喔 對啊 拜託 吃一個看看 豆皮最重要 你現在一口 把這個很燙的豆皮吃下去 那我們要講一下口感 我們要講啊 我們等你講啊 口感要等你講 怎麼樣 口感怎麼樣 怎麼樣 有爆漿嗎 有爆漿 爆汁 有 好吃 很入味 我只能說 這是我目前吃過拉薩 是超好吃的 而且是很濃稠 有道理的味道 而且它不膩 它那個 你湯喝了不會膩的感覺 沒錯 吃得馬上我就出汗了 這喝的湯真的會暖耶 很暖啊 不然還煮冬粉 超新的 冬粉也OK 我也喜歡冬粉 真的 對 但白飯要考慮 白飯太胖了 其實它濃稠又不是那麼鹹 對 它很像濃湯 很厚 對 我覺得OK 讚了 謝謝趙群 謝謝 趙群帶來的樂沙鍋 是用多種南洋的香料 及水果熬煮而成 湯頭不僅濃郁又健康 喜歡重口味的朋友 千萬別錯過 接著壓軸的鍋物會是什麼呢 接下來壓力越來越大 前面都那麼好吃 這真的是夢多跟趙群來節目 上這個介紹鍋最好吃的 最有貢獻的一次 也是第一次介紹吃的東西 你真的有吃耶 我真的覺得好吃 對啊 而且你還一直叫他們 把東西送到休息室 休息室是有多大 我整顆頭都吃了 真的好好吃喔 接下來這一鍋 你介紹的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法國有一個 很有名很老的一個 辦法的機鍋 是雞蛋鍋 然後你們這裡台灣 他們有開片一點點 有加多一些東西 所以有變一點點台灣的 像跟我一樣 我以前是法國人 然後現在我騙有一點台灣 等於他是用法國的這個 雞湯鍋 然後來符合台灣的吃法 因為台灣人喜歡料很多 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你只是這個鍋 然後蒜果肉 大家就覺得怎麼那麼少 說你在幹什麼 沒有 沒有那麼兇說你在幹什麼 沒有他們會不開心 真的會不開心 OK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只要動動手指 就可以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喔 記得要按下鈴鐺 讓你收看最新的影片喔 如果還看不過癮的話 記得去點選這邊影片喔